柯文哲个人他是属于个人形态的魅力 他这个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不太一样 法国总统马克宏他的确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 叫做前进党 然后用前进党的力量 他当选了法国的总统 那赖鱼谦是法国的专家 那我以他为例 前进党是怎么成立的 我举一个例子 白色力量基本上是两个大事件 那这两个大事件 一个是洪仲秋事件 那还有之前的像文林院案等等 慢慢的累积再加上太阳花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在网路上 或者有的时刻 甚至是有一点网军操作形态 所形成的舆论力量 然后影响了很多人对问题的看法 也影响了很多人对柯文哲的喜爱 再加上柯文哲个人的魅力 可是像法国的马克宏 他的前进党是怎么样取得社会对他的支持 他们虽然也有网路 可是他是很扎实的在每一个乡镇 做田野调查 了解法国的问题是什么 发现传统的左派 传统的右派 原来的传统政党都没有能力 抓住他们的问题 所以他的方法不是推翻原来的体制 他的方法是提出 他们所面临的新问题 然后所以就有一个前进党 所以他就有点像人类学家的那个田野调查 所以他的每一个国会议员 是用这个方式在那个选区里头 他自己代表马克宏 在那个乡镇里头进行田野调查 然后再把所有的这些国会议员 他们候选人所提出来的田野调查 变成共和党的共同证件 所以这些国会议员是有他自己 在地方和老百姓直接接触的这些关系 所以你提到的像陈思雨 他除了他是陈建明的女儿 他的意义可能高过于 他是柯文哲的幕僚 而何志伟我是见过他几次的 他的亲和力非常强 先不要谈说他的妈妈薛灵 他的继父是陈胜宏 他们在当地的实力 何志伟本人亲和力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他个人的因素 可能还超过民党的因素 所以他本来在那个地方当选 我觉得刚开始对我而言 应该这是懂政治的人的 就不会太意外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的人说陈建福的票如何如何 其实他们要谈陈敏夫保险 因为我实在不熟 然后何志伟本身 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候选人 他不是一个米娜所推出来的 然后蔡英文的子弟兵 根本完全不一样 这个跟我们拿来做跟陈思雨的比较 在地方的经营是 完全不同的 那他个人又不是只是说传统式的政治而物 他有他的亲和力 他有他代表年轻世代的某些语言 那所以我们回来看 这个柯文哲的总统大选会跟这次的选举 我觉得他本身有点不太相同 但他也告诉柯文哲 也告诉很多想支持柯文哲的一件事情 就你的下面是空的 组织 你的下面是空的 未必是组织 就是说你可能除了在网络的声量很大 然后社会民间对你的喜爱度之外 你可能对于台湾各个地方所面临的问题 那你对他们老百姓的痛苦 基层他们的需要 是否已经掌握到了 这件事情 我所谓下面是空的 不是指条卡啦 因为我不谈传统政治 所以现在政治其实已经走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那你是否已经对于各个地方喜爱你 想要投票给你 想要支持你的人 你是否掌握得很好 这些人他们的痛苦 为什么会转嫁到对你的期望上面 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柯文哲还没有开始 也还没有做功课 那如果他选举了 他可能会当选 可是他当选了会出现 他没办法治理的问题 不只是他们有团队 他搞不清楚各地的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从陈思雨的现象 再来看柯文哲 他不代表他不能当选 只代表说他们可能对地方的掌握 以及对地方许许多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政治 其实从韩国瑜现象可以看得出来 网络不是一切 还包括了你对当地老百姓的痛苦的掌握 两岸政策叫做模糊 我有一点保留意见 其实当他讲了两岸一家亲 就是绿军决定挑战他 两边分开的理由 这个不叫做模糊 这是踩到民营党的红线 那也因为两岸一家亲这一句话 所以双城论坛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包括连苏起发明的九二共识 都叫做模糊 其实模糊本来就是处理两岸关系里头 最高策略 会让人家喜欢我觉得不要只有谈到他的不好 而是你如何学习他的好 他会让人家喜欢 就是还在两岸的问题里头 人们对他会维护我们的主权 有信心 可是他并没有拿这件事情来创造两岸的冲突 他说出了两岸一家亲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说 他其实变成台湾的最大公约数 那这个情况呢 甚至比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已经被丑化来讲 更聪明这样子 那第二个 当然主要原因是他是本来绿军出身的 所以他一加上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那有点像三明治就多叠上了一个东西 所以他就有他 不像国民党是从被怀疑 然后加上九二共识 那这个就不太一样 所以他的模糊政策 本身就是一个 有些人是信赖他 他不会出卖台湾的主权 可是他又加上两岸之心 所以他不会制造两岸的冲突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加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他 在最近讲一些话 他说你们这些人 一个韩国瑜 连当个北农总经理 你都容不下 然后甚至连他来做一个市政府的 有几职顾问 你都非把他赶走不可 你搞到今天变这个样子 他这句话 其实某个程度 不是只有政治斗争 他其实呈现出来 我们现在的执政党 气度之小 赶尽杀绝 什么位置都要 那他就很明显的挑这样一句话 那这是叫做智慧之语 那我觉得很多人 在事后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喜欢他 就是他在很多时刻是会说真话 就是他在这个时刻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是 他真正令很多人喜欢的原因 那他其实把青年政策 很放在他的市政的 优先顺序的前面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执行力不够强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 柯文哲个人 我必须说实话了 他跟马英九现象当年有点一样 马英九个人的形象 超越他的台北市政府的团队 当然他的市府团队 现在并没有弱于柯文哲的团队 可能还强 可是那个时候 大家给马英九的评价 远远高于马英九的市府团队的评价 然后甚至也有很多人谈到说 马英九的第一届市长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很多人讲不出来 他的第二届也讲不出来 然后到了第三届 换成了郝龙兵的时候 发现他留下了很多重大的 不能说叫做弊案 但是总是灾难 像什么 大巨弹 大巨弹 然后木炸道什么内湖 现在都是他留下来的 包括连花博申请了 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做 可是他还是选总统 他还是当选了 所以我刚才要谈的 不是他能不能当选 我要谈的是说 他能不能治国 他能不能治国 其实马英九就是 他不喜欢马英九 可是马英九绝对是 他的前驱之舰 有的人长成前车之舰 随便了 就是说你有你的神话 你有你的魅力 你可以问鼎大卫 可是马英九治国 他发生了很大的一些问题 其实那时候还有国民党的团队 像刘兆逊 或者吴敦一座 有很好的行政院长 后面等等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擅长领导团队的人 你不知道众肉有能力的人 你不是一个可以把最优秀的人 网络在你身边的人 你的神话是不足以治国 所以你越往上爬 你的人生会越危险 应该是这样说 高雄错失了 他最可以发展的一个机会 你让高雄贫穷了这么久 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背景 那你还卡住他的预算 只因为他是韩国瑜 你用权力的角度去卡他 当你用权力的角度去卡他的时候 你就让高雄的人更加的贫穷 然后你希望高雄的人 感觉到韩国瑜上来 也没有增加我们太多的经济上后的东西 希望再度的赢回权力 我只想问蔡英文 你也六十几岁的人 你比阿伯还要老 阿伯比我小一岁 你比我还要老 你是阿婆 我跟他都是阿婆级的人 请问你当一个阿婆级的人 不需要有一点点比较好一点的心肠吗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对高雄 你伤害了什么 所以他现在呢 贷选了以后呢 因为习近平的对台湾四十年的 告台湾同胞书 那他的发言 网络声量大增 那你把它看成台湾老百姓 对台湾的某个程度的在乎 这是一个角度 你把它看成你个人的权力转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角度 因为这是台湾的危机 但你把它看成个人权力转机 我常常想问说 政治人物你要自私到什么程度 你才要善罢甘休 请问你要自私到什么程度 你才要善罢甘休 所以我希望蔡英文 仍存有他原来很纯真的笑容里头 真实的一点点善良 请他把纯真的笑容里头 那些什么叫做蔡翔翔 羊可爱的猫的那样的一个纯洁的 一点点的善良 请他给高雄使命 有可能吗 但是我要让老百姓知道 就是他可不可能我不晓得 但我想让老百姓知道说 如果他有一点点纯真的善良 他就应该要知道 他当年反对三通的政策 他的伶牙利齿 跟所有的人努力让高雄直航 他全面的阻挡 而且他说出来的话 让很多脑袋不清的人 头痛都接受 他本身是全台湾 可能对高雄亏欠最多 事实上陈日贬刚上台的时候 是想要开放三通的 那蔡英文个人呢 你们现在都比较小一点 陈日贬一上台 接受Asian Society的访问 就是亚洲协会 然后派了一群中国问题专家 都是美国人 Harry Harding这些人来看这边 早上的时候他就说 他愿意接受 一周各表 结果当天晚上 就有陆委会主委蔡英文 发正式的新闻函 就否认了这件事 那蔡英文是怎么样 变成陈日贬的陆委会主委 他是李登辉推荐的 还是他代表什么样的力量 那那个时刻 其实陈日贬一直在这 两个力量的时候摇摆 一个是独派的力量 一个是心中间的路线 到后来他的执政的失败 是他完全去拥抱了 独派的力量 那陈日贬是有意思 想要开放三通 那可能他本人 也是最强烈的一个阻止者 那不管他是不是阻止者 还是他的主子 叫他做什么 他就是做什么 无论如何 他今天当了总统 他要了解 他当路约会主委的时候 他的所有的林家立持 他因此使得 所有立法院的三通 所有各种 不管这个当时的 所有的质询里头 他认为他的个人 嘴唇上后的胜利 都是高雄的失败 他对高雄其实 很大的亏欠的 那不是只有他 大家都亏欠好了 好 那请你帮助高雄还债 然后请你给高同一条生路 请你不要如此的自私 不知道你要的自私到 善保甘休到什么程度 所以 我主要去那个地方 当然是 就是韩国瑜的 还是他的粉丝 我只是 你是尽一份心力而已 然后去做一点事 我在想就是说 六合夜市没有人 现在人期望 可是可以持续多久 那就希望结合 日本还有两岸三地的 所有的建筑师 然后就要这样可以把 各种不同的观光客 都结合来把六合夜市 做一些全台湾最新的 最漂亮的夜市的改造 然后另外比如说 博尔艺术特区 那我就是用创意去想说 博尔艺术特区 如何变成年轻人喜欢的 AI夜市 那那个鸿海可能 那些软体是可以帮忙的 年轻人的露营车 这又跟露营 又跟六合夜市不一样 就是然后你进英国的Q Garden 然后就说 你得帮他想很多 不需要这张点头 而且高雄不能够再花钱 因为他负债太多钱 然后那些钱 都很少很少的情况里头 如何 就是说 他甚至根本 就是说都是外界捐的钱里头 把高雄的经济 从年头到年尾 可以振行起来 像他们现在马上 这个礼拜就要进行的 乌鱼子大赛 就是我想着 因为乌鱼子的单价 比凤梨苏高 所以他就可以 马上的增加他的产值 那我们当然是绞尽脑汁 想要搬高雄的忙 可是我想政府这样一直卡着 不给他足够的经费跟预算 去解决高雄当地的问题 我必须说这个政府 已经不叫做政府 他只是一个来争夺权力的流氓政权 我个人去高雄的感想 跟忏悔 忏悔 我去高雄很多次 但是我想 我慢慢意识到 其实我们去高雄 很多时候都是出差 恰功 偶尔跟同学聚会 这一次因为我是带着我的 美国家人 他们是韩粉 那我自己又觉得说 那我二月既然要答应做人家的大事 那所谓大事 我也不是像五月天阿信这种 阿信明你懂什么 这个叫 阿信文倩明 阿信刚出道的时候 我也帮他站台 现在人家已经完全不需要我站台 我还需要他站台 这就是世界风水的流转 这样子 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 我看到韩国瑜的一些施政目标 比如说什么太平岛 马场 这个都要中央点头 而且他执行的会很远 那当地会选他的原因 其实是有急迫的经济萧条 那他们的住房率呢 有的甚至只有两成 那现在就增加到三成而已 那我因为听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去几个饭店 然后我就打开来 然后就会看到高雄港 你知道那么好的一个深水港 我1998年99年的时候 那时候最常去高雄 那时候我还在从事政治工作 那我看到那个高雄港那个船的排 一整排 然后我后来又常常 因为工作的关系去香港 香港呢 它都是很小的船 然后也排一整排 那我那天看的时候 那个很深水的高雄港 最好的 亚洲最好的深水港 高雄港 它就只有几艘大轮船 那我就开始深思很多事情 还有呢 因为我的舅舅 他是一个很会做管理生意的人 然后他就一直想要帮忙 可是他沿路就一直骂一直骂 说这个空气这个样子 怎么发展的 我一直讲一讲 后来我就说 shut up 我就要不要讲 我跟他讲的是什么 我说我告诉你 包括你在内 我们所有的人都欠高雄的一份情 当时的十大建设 我们把炼油 发展钢铁 中钢 然后造成 那个东西不是真正的污染 石化 全部都留在了高雄 而那个时刻 我们台湾没有做高科技的能力 台湾只有做 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能力 所以那个阶段 由于高雄港的优势 你钢铁要从那里出去 你炼油的船要从那里进来 所以高雄就成了台湾支撑经济里头 最承担核心重要角色的 然后也把污染留给当地 至今不能够解决 而且也不可能解决 也就是短时间里头 根本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因为你现在把这些产业 通通都撤光 高雄就全空了这样 那高雄的其他的 像软体园区等等 都还没有发展起来 很大的原因 也跟空气不好有关 这跟新竹科学园区 发展成科学园区 南科 中科 尤其是新竹科学园区 他们是非常高附加价值的 除了土地可能造成的污染之外 它的空气没有问题 它的很多员工是有非常高的收入 当地就有很高的消费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刚刚讲的这几个中工业 在台湾贫穷的时刻 它支撑起了台湾的经济 但是它的高附加价值 跟高科技是完全不能够比的 所以老百姓在当地的社会 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但它的确养活了一大批人 这个是整个高雄市的所有的背景 更是台湾经济最大的一个缩影 而这不只是台湾经济缩影 就至今为止 我们所有的人已经忘记了 我们的经济是怎么走过来 然后在走过来的过程里头 我们留给了高雄什么 留给高雄至今老百姓 他呼吸的空气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 我看到那个情况里头 我必须先说一句话 我自己 我跟我已经跑去美国 在那个地方创业的舅舅说 你也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 1970到80 我们所有台湾人都欠高雄一份情 去帮一点高雄人就应该下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高雄港我刚刚特别提到 高雄港在1998年的时候 全世界排名第三的港口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深水港 那我帮观众朋友说一下 什么叫做深水港 像香港不是深水港 像深郡的港口 也不是深水港 你们知道吗 今天要从美国或是其他地方 要进到亚洲来的 他们都要先到新加坡深水港 从新加坡再换成小一点的 中的轮船 然后再换到香港来 所以他是这样一换再换 所以那个时刻 中国大陆 第一个他经济没有崛起 第二这样一个成本太高 所以他们非常希望能够三通 三通里头的直航 不是我们今天去台北松山机场 或是台北桃圆机场 或是哪一个小港机场 坐飞机到中国大陆去观光里游 最重要他们最期待的三通 其实是高雄深水港 因为它可以节省很大的航运成本 航运成本在一个钢铁的 所有的外销里头 跟制作成本里头 是最大最大的成本 因为你想看钢有多重 链也有是最大的一个成本 如果那个时候高雄 可以同意直航的话 那从高雄这个地方 很多货物来这里 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输出 到上海去 到深圳去 到哪里去 就算中国大陆后来有了钱 他自己盖起了他的潜水港 或者是阳山深水港 其实是前几年才完成 就上海前几年才完成 高雄人绝不可能像今天这么穷 那我就要来谈 是谁防害了三通 然后请所有的人回忆 在那个过程当中 对于三通的论述是什么 我并不想回顾过去 然后特别骂什么人 但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曾经经过了一个 多么痛苦的 留给高雄的年代 然后又多么愚蠢的 剥削了高雄的年代 那么多人反三通 然后当时 甚至连飞机的直航 都说木马图成绩 还有人讲说 我记得是吕秀伦副总统 他说解放军会上了飞机 然后就会转向总统府 事实上我们飞机飞往桃源 跟飞往台北 根本就是同一条路径 只是绕一圈而已 那我们现在飞了直航这么多年 有解放军拿机关枪吗 他打台湾也不是要这样打 那高雄深水港 到底防害了你什么事情 你要反对 到底防害你什么事情 所以回顾来看 所有三通不开放 最后就不让高雄 有任何的机会 那2000年的时刻 当时对于三通的呼吁 也达到一个高峰 因为那个时候 大陆跟台湾同时 都要加入WTO 已经看到了 那个可能的机会 只是没想到 后来发展得这么好 那个时候有一位 很优秀的女性政务官 名字叫做 陆委会主委蔡英文 她是最反对三通的人 那她在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最重要的特色 就是非常坚毅的 然后在立法院 用这种表情 然后对付共产党 几个男性的立委 白玫瑰 然后她的白玫瑰是她的形象 实际上她是一个 随时准备攻击人的暴 还像一个暴一样 就随时准备 跳起来就攻击你 所以我看到几个像 现在改名叫蒋校园 当时是张校园 提直行的条例 一整天 立法院就这样干动 一整天 然后像这个周席伟 或者是李庆华 每一个人一个人质询她 一个一个都被她 好像打败就堵回去 就是她的嘴巴是嘴尖舍利 可是你平常看到她 就是微笑的 他们怎么讲 他们就说中国大陆的崛起 是一个机会 三通非常的重要 高雄的这个直行 他们说是 中国大陆的崛起 这是蔡英文的回答 中国大陆的崛起 是机会 也是威胁 她以为我们跟人家三通 就会帮助中国大陆 她不跟她三通 就可以挡住中国大陆 现在回头看 我们有挡住人家吗 我们是把所有我们 本来高雄该赚的钱 送给新加坡 送给香港 然后我们完全没有挡住大陆 我们挡住了自己 尤其挡住了高雄 所以当时的路尔会主委 他为了因应外界的要求 他就做了一个小动作 其实我觉得那种小动作 叫做卑鄙 他就搞了一个叫小三通 学法律的人 最卑鄙的事情 就是他专门用这种方式 来应付外界 这是法律人最会玩弄的伎俩 那外界要求大三通 他就说你那个三通 从小三通开始 我们会逐步渐进 你不要一直讲 他说他没有反对大三通 他只是要逐步渐进 然后接着张校园提一个案子 要求立法院直接立法 要求直行 他说你等于是泄密 我们政府的谈判底线 我其实把他一一记出来 给他背给他听 这是陆委会主委蔡一文 他当时当陆委会主委 其实最重要的角色就是 用非常凌厉的语言 everything say no 所以你讲说科威者是空的 蔡英文更是空的 因为他当陆委会主委的 最重要的角色就是say no 他当总统可以everything say no吗 他不需要do something 对不对 可是他过去的最大的政绩 就是民意党那么爱他的原因 就是他好有本事对everything 因为你做陆委会主委 你不想跟大陆往来 你只要每件事说no就好了 可是他不像其他的人 喊台湾独立万岁 喊到变成一边一国 两岸冲突 他就是用非常有技巧的方法 say no 这就是他当陆委会主委 深受民党支持者喜爱的原因 那陆委会的主委 现在变成总统 陆委会的副主委 现在变成了主委 他们都升官了 那像陈明通是一个好人 但是好人未必做好事 接着最可怕的就是错误的政策 比贪污更可怕 最近我看到很多人在骂陈局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是民营党内的政治斗争 我认为因为我看到谈话的人 我认为有人给他资料 那是民营党党内的政治斗争 我自己到高雄去 高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他根本没有产业模式 他毫无产业模式 那没有产业模式情况里头 空气污染那么严重 延续了过去的石化产业 链油产业 钢铁产业 这些没有了 他更什么东西都没有 在这个情况里头 你一个没有产业模式的地方 他本身就是靠着一个韩国瑜的神话 人们对他的喜欢 就跑去那里 这可以撑多久 这是所有的人在了解这个议题里头 其实应该要深思的 所以我刚才就提出 现在两个忏悔 第一个所有的人都献高雄一份情 第二个高雄今天毫无产业模式 跟当年党三通 包括宣布阶级用人 李总统现在生病 我不讲他 可是跟当年党三通的人 有绝对的关系 你们对高雄的亏欠太深了 结果现在执政的你 高雄负债3000多亿 这3000多亿 其实你也不能完全怪过去的市长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没有税收 他没有产业模式 像他们都是学 很多学经济的 你没有收入 你只有支出 你做支出的情况里头 比如说你做了很好的 博尔艺术特区 你做了很好的其他的 比如说 很好的其他的各种 不同的总图书馆 各种各方面的 但卫无云是中央出现 所以这个3000多亿不包括在 当然 那我讲三堆 高雄的建筑物当中 是图是高雄市政府的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高雄市政府的负债 3000多亿里头 他的博尔艺术特区做得非常好 可是没有人来消费 因为他们根本消费不起 那你当然可以要在里头 所以我想出一些创意 然后希望企业可以任养 那就是用这个方法 然后希望能够增加一点 增加一点 那他除非有外来的大投资 其实他的产业是很难拉回来的 然后我看到 我们现在的行政委员长苏贞昌 他是蔡英文任命的 然后人们说这个叫复仇联盟 那我不懂 蔡英文是用复仇的角度 还是用反正所有的人 我现在要认命的通过都是 不可能逼公我的人 因为这些人都败选 他不像赖清德有能力逼公我 我不晓得他是哪一个 我认为他是后者 尤其是我对他过去 在完全力头对他的了解 他刻意任命一些 所有都不可能逼公他的人 那当他任命这些人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过 他当路委会主委 他当上中华民国政务官的第一天 他对高雄就开始进行了 无限的亏欠 无以弥补的伤害 直到今天 好 那你今天高雄说 我要开始恢复直航 人家阳山深入港盖起来了 我很想讲的题目是 2018年地方选举以后 到底台湾人民想要什么 透过这场选举 传递了什么讯息 所以这五个教授都非常认同 然后邀请我去美国巴士 去哈佛大学费政卿学院 对学生做一场演讲 如果有机会要看看 我们有一些侨胞嘛 因为侨胞也很热情 那在巴士顿 是不是纽约啊 洛杉矶啊 那就看 也欢迎大家来高雄投资 来高雄观光 有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为了2020选总统 要去美国面试 你等他 这想太多了 我不晓得他们去是谁邀请的 哪些单位 哪些机构 我的被邀请是非常单纯 就是哈佛大学五位教授来 大家相见 相谈甚欢 本来韩国一直讲 什么麻将相公说 后裔说 好像他自己不会去参与 2020的选举 可是现在就在这一波 他居然也传出来四五月 他也要去美国 而且是东西两岸都去访问 难道他也是要去美国面试 然后准备要搅逐2020总统吗 那是在昨天美国之音 独家专访他的时候 韩国瑜自己讲的 他说五位教授面对面的 直接邀请他 为什么理由呢 他说因为他们对韩国瑜很好奇 很好奇这个小子怎么突然间 在台湾选举就竄起来了 他的路线想法到底是怎么样 他想要了解 所以邀请他们到哈佛大学的 费正清学院去做一个演讲 然后除了这个演讲之外 他有机会将会跟纽约洛杉矶这边的 侨胞会面 当然还是他一贯的主轴 希望邀请他们来投资高雄 所以他的行程大概暂定在 4月到5月的时候 然后受邀请往 波士顿哈佛大学费正清学院 然后规划5到7天的行程 他预计走访东岸跟西岸 然后在农历年后 确认其他的行程跟细节 全部都会公布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就让大家觉得 韩国瑜怎么好像轻轻松松 没有怎么再进行 随便人家就直接来邀请他 相对台湾其他的政治人物 要去好像都要费一番力气 比如说当时2018年8月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在选前 就出访巴拉圭 还特别刻意过境洛杉矶跟休斯顿 1月的时候就传出 所谓的口译歌赵一强的事情 赵一强为什么会被派任到美国 去当政治组组长 有人就说 可能就是为了要促成 让蔡总统能够访问华府 然后所以才特意安排他 这样一个职位 在1月26号的时候 朱立伦自己也证实说 他年后要出访美国戏谷 跟当地企业家新创人士会面 了解新创产业 新创经济 这个看起来又是比较商务事的 跟学术跟政治好像都比较不相关了 拼经济 不拼政治 对 好像完全跟政治没什么关系 柯文哲这个更糗 柯文哲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 他传出来说 CSIS资政顧问葛莱怡 邀请柯文哲的访美 结果这效果传出来没两天 马上被葛莱怡直接打脸 他说我根本就没有邀请过他 你们为什么要扭曲事实 误导民众 当时柯文哲还不太愿意 回答这个问题 后来他在1月25号的时候 他还表示说 他还是会去参众两院 say一下hello 表示他会去参众两院访问 现在预计的行程是 3月16到3月24 他要访问纽约 波士顿 亚特兰大跟华盛顿 其实这样看起来 也是去蛮多地方的 到底现在韩国瑜接受访问 只是单纯的去美国看一看 还是跟其他人想的一样 他也是2020总统的 一个竞选的人士 然后去美国一样是接受面试 这样一个待遇 其实各方都在揣测 最近陆委会主委 陈平通走访了韩国瑜 谈九二共识的 这一个不可行之外 要跟他谈有关于 两岸关系的战略协同 同样的问题 也跑去找了黄伟哲 可是黄伟哲答案 真的非常奇怪 好像是抄隔壁同学韩国瑜的 就很多人都怀疑黄伟哲 是不是吃到韩国瑜的口水 因为本来陈平通先去找韩国瑜 就碰了一个软钉子 就是还蛮不适之味 他这个跑去台南 到底算取暖还是怎么样 不得知 然后他一样 开中民意还是差不多 他说习五条出现之后 情势已经改变 要拼经济 要顾主权 所以中央地方团结 战略协同才能走更远 在他的想法来讲 可能认为说黄伟哲 好歹就是绿营自己人 所以应该战略协同是没问题的 结果黄伟哲一讲 居然是政治零分 经济100分的前提下 一起平均地 中央两岸政策地方予以尊重 从地方经济发展来看 还希望两岸关系和缓 这点我们比较期待 所以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有人说这回答是黄国瑜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一颗西瓜已经变了 还是因为他这次 因为太金钱卷上 所以他也觉得说 台南那边的人民想要的 不太一样了 然后他感受到这种需求 所以开始做出一些 比较靠中道趋近的这种感觉 可是独派好像还并没有想要 让民进党走回中道 像1月23号的时候 我们的前行政院长赖兴德 他出席了孤宽敏 台湾自宪基金会的成立记者会 就要跟记者会头讲 他说我们现在这部中华民国宪法 在中国制定的 有着大中国的思想 但是台湾人民已经有台湾命运 共同体的意识 宪法影响台湾团结合进步 所以他认为说 他已经不是要修宪 他要直接制宪 就制定一个台湾的新宪法出来 所以表示还是要把国家带往一个 独立的一个方向去走 1月29号的时候 民进党党主席主任他也发表一个 让大家觉得蛮特别的一段话 他要说民进党过去有台湾前途决议文 正常国家决议文等 不排除有一个新时代的东西出现 是否与决议文形式还有在讨论 现在谈什么维持现状 应该让人民知道维持现状是维持什么现状 928党庆的时候提出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 其实以前每次台湾前途决议文 或者正常国家决议文 都是在民进党选情出现问题的时候 或者他准备要做一个改变的时候 突然间就冒出来这样一个东西 现在他到底928 会不会又提出一个新的什么决议文 大家到底是往统的方向走 还是往独的方向走 还是往中间的方向走 其实大家都在看 当然现在有一个指标性的东西 就是台南的补选 因为民进党推了郭国文 国民党现在是谢龙介征召出来 还有民进党还有一个 托党自营参选的陈小玉 现在他认为说 这个是韩国瑜跟陈其迈的 就是第二战 为什么 因为谢龙介背后有韩国瑜在支持 谢龙介这次竞选的时候 帮韩国瑜很多忙 所以韩国瑜已经答应 会全力帮他辅选 同样的郭国文后面 有陈其迈在支持 陈其迈也一直不断的在帮他辅选 双方现在开始短兵相接 如果台南补选 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胜率的地方 如果谢龙介能够赢的话 当然是不是代表韩流效应 已经重新再席卷过来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说郭国瑜能够赢下来 是不是代表民进党真的开始止血 陈其迈扳回一层 其实大家都在观察 不过这个看起来真的觉得 黄伟哲是民进党里面 真正对九合一有反省的人 而且他应该也是身力其境 所以他自己 他刚当选的时候 他还请支持者不要放鞭炮 因为其实他就自觉在这个过程里面 本来那个地方是被时代力量说 那个放个西瓜都会赢的地方 结果他选到这么的辛苦 我想他心里面一定感触很深 没想到他在见陆委会主委的当下 去讲政治零分晋级100分 完全copy过来 然后他还没有引用说韩国瑜讲 他直接就把他变成是他的话 就完全把这个精髓给吸收进去了 所以可见黄伟哲他应该是有反省 再过来他当了市长 他知道他跟当立委不一样 然后台南现在面临的状况 他应该也很清楚 如果没有改善市民的生活的话 他大概也不用想连任 甚至他如果没有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他也会担心 会拖累接下来什么 接下来的补血 还有接下来明年的选举 所以我觉得黄伟哲 某种程度上他算是聪明的 他没有纠结在民进党 在九合一之前选举的那种应事形态 然后在两岸关系的那种僵化等等 他反而是相对走在民进党的前面 站在一个民进党 现在在六都里面 算是为二的诸侯来看的话 我倒觉得他这样讲法 我觉得是应该要给他肯定 只是说对民进党的中央来讲 他们如何去回应黄伟哲 因为这个问题 如果说是韩国瑜这样讲就算了 如果说是其他国民党的 县市首长这样讲就算了 是黄伟哲市长讲出来的 而且黄伟哲是谁挺出来 是赖清德 他的前任叫赖清德 他会把他逐出师门 赖清德还说我们要选择选黄伟哲 现在黄伟哲选出来 黄伟哲讲了一个跟 现在民进党中央 甚至是赖清德院长的主张 几乎是背道而驰的事情 我们反而比较期待的就是说 接下来民进党 你怎么回应黄伟哲 政治理论经济100分 而且他还讲说两岸关系和缓 希望两岸关系和缓 这是他们的一个期待 然后民进党的党中央 当新任的主席 党主席 我们希望他真的是发挥 民进党终生代的这一种 不同于旧的思维 他说要有新的决议文 不过你看一下 他们过去常常发决议文 几乎每开一次会完 都会有决议文 但是那个决议文的内容 似乎不脱过去以来 这种民进党教条式的 不管是台独这些等等的理念 所以到底新的决议文 会有什么样多大的不同 我倒觉得只是一时这样讲 让他觉得好像有点期待 但是如果你去检视过去 他们所发的决议文 我觉得大概也不需要 有过多的一个期待 因为如果真的 你要改善两岸关系 要回应到黄伟哲市长 给这个论委会主委的 那一种讲话的期待的话 现在就可以做了 现在就可以做了 而且现在做反而是 可能对民进党的选情 会有帮助的 两岸关系改善 对人民来讲 对于我们的对外关系来讲 我想乃至于 对整个区域关系来讲 其实都是加分的 可是问题是现在蔡政府做不出来 蔡英文政府 蔡英文本身 似乎也没有想要去讲 政治零分经济100分的事情 所以看起来我觉得 看不出来 新的决议文的内容 会有什么样子大的一个改变 倒是黄伟哲这样讲 其实对谢龙介的选情 是有帮助的 所以黄伟哲在帮谢龙介助选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黄伟哲真的是 越来越危险 你刚刚一直要民进党回应他 本来没注意的 这个某种程度上 那难道不是在帮谢龙介助选吗 对 谢龙介其实讲的就是 政治零分经济100分 你看他也刚刚去帮台南的市民 卖水果回来而已 卖农产回来而已 那接下来这个 我们讲韩国瑜 也一定会去帮谢龙介 结果韩国瑜还没有去 黄伟哲就已经把韩国瑜 讲了他要讲的话 不是 政治零分经济100分 所以这样看起来 其实就是在帮谢龙介助选 所以我认为谢龙介会过